佛走的路子叫戒定慧 以定为枢纽 戒是手段帮助你得定 如果持戒目的是在得定 这就是修福 持戒的目的是修福 那就是人天佛报 那不是修福 断悟修善 持戒念佛 不求往生 来生是人天佛报 这个佛法跟世间法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要搞明白 持戒修福 不求世间佛报 这就能往生 我为什么持戒修福 我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对了 那么这个世间佛报要学 不学什么 不学很容易又被他拉回去了 不知不觉的又犯了 所以释述 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版要 这个不能不知道 由上上上根线的人 不学世间的七情无欲 也能够震得五上不敌 那是什么呢 世上不学 心上不然 不是一般人的做道理 密宗走的是这个路子 密不是神秘 不是秘密 是神秘 这个道理很深 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 是这个意思 神秘 佛法没有秘密 秘密都不是好诗 不可告人的 佛法是公开的 是透明的 没有明明 那这个道理也太深了 会先给我 事 Bow 判断 爹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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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